繼續看到高雄市警方破壞一期討債集團 他們不但吸收了青少年 甚至用群眾圍毆的方式暴力討債 最新情況再給記者高孟榮 好的 主播高雄市警方破壞一個暴力討債集團 畫面上看到是路口監視器拍下整個暴力討債的過程 當時被害人士被這些討債的分子打倒在地上 並且還被繼續的拖刑 繼續的毆打 手段非常的凶可 我們聽聽看警方的說法 那個被害人被毆打在地上以後 那個鞋印人還是不放過 把他繼續拖拉 在地上拖拉 起來繼續毆打 是的 我們看到這個畫面真的是非常驚人 就像是電影《古惑仔》一樣 穿著黑衣服的這個討債人士呢 是拿著甩棍跟球棒當中來毆打這個被害人 把他打倒在地之後還不斷的拖刑 看起來真的是非常的凶狠喔 根據了解這個犯罪集團呢 平常專門吸收20歲以下的年輕人 那平常呢 就是聚眾在高雄市的街頭飆車 等到需要討債的時候 又拿著這些球棒以及甩棍出來毆打這個被害人喔 當中這個被害人是積欠了職棒牽堵的七萬塊錢 因此才被約出來在當街毆打 那目前警方逮捕了集團15個人 希望將整個暴力討債的集團呢 徹底的瓦解 以上在高雄市的大堆情況 將鏡頭交換給Pony主播 好 你看到警方破獲這期討債集團 當然是模仿電影情節 圍毆手段非常的兇殘 就是